男子拥有神奇的能力 用手触碰尸体 技能让尸体起死回生 但一旦超过一分钟 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全联 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要说一部奇幻剧 灵止神探 男主奈德是一个普通人 准确的说 是他发现自己的能力前是普通人 那天男主的狗只被车子撞死 他很难过 可神奇的是 他用手指触碰下狗只 狗只竟然活得过来 只是他没有发现 伴随着狗狗复活 一只小动物从树上掉了下来 一开始男主还很好奇 各种使用这种能力 比如让死去的苍蝇复活 但是在妈妈意外脑溢血倒地后 他使用超能力让妈妈活过来 没有想到邻居大叔竟然死了 难道这是个巧合 更加可怕的是 等妈妈再次触碰他的时候 妈妈再次死了 而这次不管男主怎么做 妈妈都没有活过来 原来男主可以让任何生物复活 但只能触碰一次 一旦复活超过一分钟 那么他附近会有另外一个生物死去 触碰两次 就会让复活的生物再次死去 原本他还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可现在妈妈去死了 一切都崩塌了 时间换男主长大成了 他成为一名高顶师 在这里他可以让腐坏的水果再次变得新鲜 可惜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一名私家侦探关头术 意外知道了男主的秘密 在威逼6之下 最终男主成为了协助他破案的关键助手 毕竟一个人要是被谋杀了 能够复活一分钟 你觉得知道凶手是谁还会难吗 而店里的金发妹对男主很感兴趣 但男主这前年不敢轻易触碰任何人 所以对于金发妹的暗松秋波都视而不见 本来生活会这样继续下去 直到某天 关头书说我们下一个要调查的人竟然是夏鲁特查尔斯 男主觉得这个名字咋那么熟悉呢 最后才知道这不就是当初的那个邻居小姑娘吗 多年未见竟然尸城大海了 男主和关头书赶往殡仪馆 而战里策划人大胖是一个贪财的人 经常将一些死者身上值钱的东西给偷偷拿走 当然这不是本篇的重点 重点是男主为了调查真相复活的女主 女主说我当时在一艘船上 然后钥匙吊在了治病机里面 在翻找的时候就被人给泪死丢入到海里 当然男主也没有隐瞒女主已经死去的事实 不过因为尔斯对女主就有感觉 所以男主这次并没有在一分钟内结束她的生命 仿制给了她生了机会 但此时大胖突然暴毙而亡 这就是男主的能力 你想要一个人活 那么靠近他父亲的 终于一个人会莫名其妙的死去 当然女主意外去世最难过的 还是她的两个婶生 都有点自闭躲在她家里 不过现在女主也不敢去见她们 只能先躲在男主的家里 男主虽然爱慕女主 女主也对她有感觉 但碰又碰不得 真的是相当的尴尬 不过现在还是要调查清楚 女主是怎么死的 女主说当初有个旅游经纪人 让她免费出海游玩 她只需要带些行李就行了 而运送的东西竟然是猴子 不过这个猴子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他们去找了经理人 没有想到经理人也被谋杀了 本来想要问出个水里人 没有想到经理人意外碰到男主 导致她再次挂了 现在就很尴尬 不过他们也想到了一点 如果那个杀死女主的人想要猴子 猴子的箱子现在又在哪里呢 显然被送到了死者的家里 也就是两位婶婶的家 看来他们也危险了 好在几人及时赶到 当然两位婶婶也很给力 最终将这个坏人给干掉了 而且女主也并没有被发现 而那两个猴子竟然是禁止做的 难怪这些人挺而走险 就将女主加入了他们的侦探小队 一起破获各种奇案 不过男主的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 那就是女主的父亲其实算是她间接害死的 她不敢说出来 而今天他们又要面对一个离奇的案子 一个叫伯纳德的未婚汽车安全专家 被发现横尸街头 这很像是一起肇事逃一案 所以警察想要找到肇事者甚至还开出了悬赏 男主他们为了这点钱也是不容易啊 所以他们冒充其他的身份来到了停尸房 将小哥给复活了 对方复活后表示自己死在一个碰撞刺刺的假男手上 这言语让男主他们一脸闷圈 假男还能撞死人 所以他们来到了小哥当初所在的公司 他们找到了那个认识小哥的女孩 但女孩竟然说自己不认识伯纳德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在老板掩饰他们的汽车安全线的时候 女主和男主偷偷溜进了假男测试间 其中一个假男竟然有衣服和脸 现在调查陷入到僅局 更加夸张的是之前他们见到的假男剑 最后竟然全都变成了真正的死尸 男主试图从这些死者的口中 知道是谁害死了他们 但这些人似乎并没有任何关联的地方 更不知道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就在此时 女孩这里出现了 原来之前老板在 她不方便说话 她说自己和伯纳德确实认识 甚至还在谈恋爱 伯纳德是安全专家 但有段时间她越来越忙 她一开始以为有第三者 可跟踪后发现并不是 也在机缘巧合下 他们发现了成堆的假男 被堆在路边的一个大坑内 而幕后黑手出现了 然后将三人都电瘾了 最后放在了车内 准备将他们都KO掉 原来这个幕后黑手 竟然是公司的老板 当初通过碰撞测试 小哥发现汽车根本不达标 但三人可管不得那么多 一切阻碍她的人都要被干掉 得亏男主他们几轮机制 关键时刻开车跑走了 虽然老板在后面追 但随着车子停下 她的罪行也公自于众 之前我们不是说 男女主不能触碰身体吗 然后他们想了一个另类的办法 隔着一层魔 果然是人才啊 但看着喜欢的人和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 今发妹那个嫉妒啊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次的新任务 让男主害怕 因为死者竟然是之前的大胖 他知道大胖是因为女主的原因死的 所以他看到尸体后掉头就跑 可最后还是被女主知道了 简单的说 男主是间接杀人 女主是受益者 大胖的时候他们都有连带责任 男主虽然不想调查 但官投书表示 大胖生前可是拿了很多的陪葬品 他们需要将这些东西误归原主 找到东西被藏在哪里 毕竟大胖时候他偷陪葬品的事情 早就曝光了 那些去世的家人们写各种恐吓性 如骂殡仪馆 大胖的哥哥现在只想找到东西 而他也担心自己 会不会是下一个被杀害的对象 可惜他们并没有从复活的大胖口中 得到想要的讯息 还差点时间就超过一分钟 官投书吓得跑走了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从1867分仇恨性中寻找答案 这个过程中 女主还认识了一名推销类似抗疫药的人 不过他准备将这些东西制作成派 送给自己的婶生 却机缘巧合下被金发妹送了过去 然后发现女主竟然是对方的子女 当然金发妹并不知道女主是复活的 只以为是假死 此时在店内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 大胖的哥哥竟然死在了地里 男主和女主只能将其复活 然后快速带走 因为外面竟然来了警察 显然他们是被陷害的 女主在这些兴奋中 确实发现了一份特别愤怒的恐吓性 在他们准备将尸体放到殡仪馆的时候 发现门进不去 只能从小窗户溜进去 没有想到真正的凶手竟然在这里 这个凶手确实是要拿陪占品的 他不允许祖先传下来的东西被拿走 然后挂到网上卖 他当时见到了大胖尔石的时候 男主跑出去的画面 以为是男主做的 毕竟男主不可能告诉对方 我能复活死人 而他们一直寻找的陪占品 竟然就在身后 这球的任务算是完美搞定了 但因为金发妹慢慢接近真相 所以三人都格外的小心 生怕被发现 可惜还是因为一只鸽子撞到了玻璃 男主意外触碰 让它活得过来 男主也担心周边 是不是会有其他的小动物死掉 确实有一只鸟掉了下来 当然伴随着鸟 还有一架飞机撞到了一户人家里 而女主他们前去查看的时候 女主不小心滑倒 但男主不敢触碰 最后这家的主人抱着女主 让女主有了异样的感觉 女主甚至和对方坐下来喝茶聊天 让男主有些生气 实际上女主只是把对方幻想成的男主 因为他和男主啥也做不了 什么轻轻抱抱举高高 为爱鼓掌都不行 虽然男主的心里不爽 不过案子还需要调查 警方觉得开飞机的大叔是想要自杀 但对方的妻子表示这不可能 自己的丈夫很乐观 现在想弄清楚缘由 只能去问问大叔了 大叔复活后表示 我是被一只跳到飞机上穿着 求佛的人袭击了 最后飞机才会撞到楼房 所以他们回到了发生意外的房子 发现有个箱子打开后 以为里面的死者就是逃犯 最后才得知这个人才是这家的主人 之前那个并不是而是真正的逃犯 等男主他们追来的时候 这名逃犯早就逃走了 而从调查中他们才得知 这名逃犯的名字 更知道了和这名逃犯关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生命难题的钻石大道 钻石大道最后藏了一笔珠宝没有被发现 等他的时候 这名逃犯就越狱了 想要知道真相 只能从这名大道这里寻望 男主几人也真的是牛 深夜的时候竟然挖坟掘墓 不过也知道了最后一笔珠宝的位置 在农场的老风车里 而此时金方面也带着之前复活受伤的鸽子 来到了女主婶生的家里 两位婶生帮鸽子处理伤口 机缘巧合下鸽子的脚上有封信 然后他们先找到了那名逃犯 才知道原来当初珠宝大道会写信 给这个风车房的女主人 两人一见钟情 而等彼此死后 逃犯代替了对方写信 然后女主人死后女儿负责写 然后现在双方遇到了竟然有了爱的感觉 咋感觉这个剧情有点狗血啊 不过男主他们也找到了这里 本来金方面也是想要让两位婶生 渐渐假扯的女主 但他想到了如果婶生知道了会不会伤心 所以帮忙掩盖的过去 至于逃犯再次被抓的起来 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了 也算是一只鸽子引发的血案 当然从男主拥有这种逆天能力开始 他的生活早就发生了剧变 也注定不会平凡 这次一位退役的赛马手被发现死于马蹄之下 没有想到拜托关头书调查的人 现在是金发妹 她想要知道那名赛马手真正的死因 原来金发妹曾经也是一名赛马界优秀的骑士 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就退役了 显然她是认识那名死去的骑士 通过男主的能力 他们从对方的口中得知 死因确实是被马踩死的 但她表示自己是被一个名为约翰的亡灵给弄死的 当金发妹听到约翰的名字直接下晕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当年他们吃水灰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退役 是因为四人和约翰的意外死亡有关系 似乎他们中的一个人割断了对方的绳索 导致约翰的死 金发妹虽然不是凶手 但隐瞒这件事情的人有四个 其中一个已经死了 剩下的三个可能也会有危险 为了调查约翰是否已经入土了 两人还去了约翰的坟墓撬开了棺材 发现里面竟然是没有腿的马尸 那约翰的尸体呢? 为了调查真相 他们来到了约翰母亲的家 才知道约翰的骨灰在这里 棺材内的只是约翰生前的战马 虽然在这里问出了很多约翰生前的辉皇战绩 可惜并没有啥重要的讯息 只是两人没有想到的是调命死者出现了 还是一样的死法 难道真的是亡灵作祟? 可躲在家里的金发妹虎女主竟然发现了约翰 准确的说是当初断掉双腿被改造过的约翰 他现在的腿是当初的马腿 这脑洞也是有点清奇 但有一点可以证明 那就是约翰并没有死 那到底是谁杀了其他两人呢? 估计有人已经猜到了 那就是约翰的母亲 他无法接受儿子的荣耀被夺走 过度的骗子让他做出了杀人的决定 当然主要是他喜欢这种感觉 女主和金发妹被追杀 得亏男主及时赶到制止了这一切 而除了男主这边的私人事情 案件可不会停下 这次一名养狗的专家被发现 死在了宠物协会的办公室内 胸前有多道伤口 等男主他们来到停尸房将其复活 询问情况才得知 养狗专家是被下毒的 不过因为地面太滑 他被自己的烧操作给仿佛擦了很多次 所以外人看来他是被捅死的 实际上是被下毒 之前他只喝过咖啡 咖啡是妻子给他的 那么他的妻子就是嫌疑人 不过现在有个大问题 对方竟然有4名合法的妻子 这是哪个国家有这么的牛 而他们是能分别带着狗狗去拜访了其中名妻子 可以说每个妻子都有嫌疑 但要说一定是哪一位 还真的说不出来 不过他们到时知道了 养狗专家特别喜欢一只叫泡泡糖的多品种杂交狗 一开始他们以为是第4个妻子干的 因为他在咖啡里面加入了性能男 这是养狗专家当时留下的线索 但第4个妻子表示不是他做的 所以他们怀疑到了另外一名优秀的养狗人 说白了他们是竞争关系 所以对方有巨大的嫌疑 可是众人来到他的面前才发现 人家根本不是做这些事情 现在调查陷入到僵局 被关起来的如果不是凶手 那要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将养狗专家的尸体 带到了殡葬仪式上 让他短暂的活过来 如果凶手看到这幕肯定会害怕的 果然这招做下了 原来凶手就是第1个妻子 之前养狗专家想要通过克隆一类的 让泡泡糖进入到千家万户 看着自己的男人不仅找到其他老婆 还要抢走自己的果子 最终大老婆心生歹意 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果然男人太风流稍微不注意就会挂了 而这次又有一个离奇的案子出现了 一个女孩参加了关于嗅觉科学的实力培训 发现她的导师相当帅气 导师向她展示的嗅觉信号是如何工作的 甚至还出版了一本书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女孩竟然在实验室内被炸死了 还是在我那本新说的时候 男主几人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能来到了停尸房询问妹子 妹子现在都被烧成了黑炭 妹子表示自己是偷看了导师的新说后 才会被炸死的 所以三人来到了导师这边询问情况 这个专门研究气味的专家 对着助人的身上那些脱亡 导师表示自己不可能害学生 学生之前还因为自己的书出版的日期提早而开心 那会不会是因为其他的书本没有被出版 或者延迟了怀恨在心 这倒是给男主几人提了个醒 他们通过出版社的出版时间 找到了一本立体书被取消出版了 所以男主和罐头书来到了这里 不过对方表示 我怎么可能会因为书没有出版去杀人呢 你们想多了 他甚至很鄙视那个导师出版的书 按照对方所说的 他行修的可能性确实不高 只是男主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回到店里竟然在洗手池边上 发现了一个戴着臭味的长袜 这显然是个警告 所以他们去找了那名导师 舍不定他可以通过嗅觉 判断这个东西来自哪里 拿到袜子后 对方表示 这个东西应该是来自一名叫做奥斯卡的人 曾经他们是实验室的好搭档 但最后因为对嗅觉的理念分歧 使得他们分道扬镳 一个在地面上 一个躲在了下水道 所以奥斯卡会不会就是凶手呢 男主几人进入到地下室 正好撞起了奥斯卡 正在密谋炸死那名导师 不过被他逃走了 就在男主和冠头树 努力寻找凶手的时候 奥斯卡竟然来到了地里 他表示自己不是凶手 不过他当初偷偷跟踪过导师 意外发现了下水道下面 有一根管子连吞到了地面上的车子 在他准备拆除的时候 男主几人正好进来了 他也没有解释 而是直接选择逃走 不过这个叫奥斯卡的人竟然在女主的身上 闻到了类似死亡的气息 这鼻子难道比狗还灵 不过倒是可以借助对方去汽车爆炸的地点看看 最后发现现场有甲腕的痕迹 意识到似乎有人在故意误导他们 而这个人会是谁呢? 爆炸对谁有好处? 谋杀和爆炸的这种热点 是不是可以让一本书更加畅销呢? 真相就是这个导师为了让书本大麦出此下车 不过他确实不是故意要杀死那个女孩的 本来是我的炒作 没有想到却变成了这样 当然坏了嘛 最终的结局可想而知 不过那名叫奥斯卡的嗅觉专家 似乎盯上了女主 当然案件也不会停下 比如他们又破坏了一个 玩偶女友杀了案件 不过今天在男主家店铺附近 又开了一家糖果店 对方甚至主动过来宣传 而女主和金发妹也热情了去对方的店里看看 但因为两人的言语导致客户都往他们那边跑 本来各开各的店现在真的要干起来了 糖果店的老板娘准备一周内 将男主他们的店给搞还 比如找个卫生督察过去搞事情 不用想都知道不达标 主要是因为男主的能力 所以店里有很多腐坏的血果 这个要怎么和卫生督察解释呢? 不仅如此 糖果店的女老板还过来挑衅 虽然言语没有一点恐吓的意味 但那女主和金发妹也都要气死了 所以生意的时候偷偷潜入到他们的店铺 放了很多的老鼠 男主知道后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所以也露了进去 准备将老鼠给抓走 男要在池子里面发现了老板娘弟弟的尸体 就在此时 警察和女老板进来了 这就很尴尬 男主最终被抓 那还咋整呢? 从男主能复活 对方看来太精实了 甚至连失髓杀手的机会都没有说出 就被男主给碰了第二次 现在关头说和女主只能用最传承的办法 就是尸体 没有外观的帮助破案确实难了很多 最后他们发现死者的肚子里面 有一根手指头 显然是凶手的 不然没有谁有这种嗜好 他们一开始怀疑是老板娘 因为老板娘总是戴着手套 甚至派出的金发妹却引开对方 关头树和女主请得进去 但结果证明老板娘并不是 她也不可能杀死自觉的弟弟 但通过手指通入腹部的时间判断 最后发现 竟然是之前的名卫生督察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敲诈了 每次都是突击检查 所以某次老板娘的弟弟和对方挣扎的起来 没有想到却被杀害了 男主也差点背了黑锅 但男主最近心绪不宁 为什么呢 因为她每次想到当初为了救妈妈 导致女主的父亲死掉 这次她终于忍不住脱口而出 自己害死了对方的爸爸 可真相一般都很难让人接受 所以女主跑了 男主先去了女主的婶婶家里寻找 显然女主也不可能回到这里 婶婶更不知道女主复活的事情 然后她想到了金发妹 当然金发妹肯定也说自己没有看到 实际上女主就在这里 金发妹很好奇男主做的什么 女主准备将事情的真相告诉她 但是你觉得别人能信吗 就在男主心情糟糕的时候 一名保险员被发现死在了学弟里 这名保险员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死的 更不知道是谁干的 唯一知道的是自己头上的痕迹 他们怀疑是不是保险员保单中被拒绝的人 其中有一个青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不过这种状况去杀人有点不太可能 只是奇怪的是 罐头书在准备离开的时候 路边的狗狗朝着雪人尿尿 没有想到让他们发现了第二具尸体 而这个人也负责了那个患有心脏病青年的案子 准确的说 除了她还有另外一名活者的同事 但她显然不是凶手也没有这个动机 所以罐头书和男主再次来到了青年的家里 却在这里遇到了一名梦想成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当然两人并没有单一回事 原本他们总被守在门外 看看是否有凶手出没 没有想到车子的排气孔被堵住了 两人差点死在了里面 好在和青年的妈妈谈话中 他们一直到那名梦想成真的工作人员很有嫌疑 原来这个工作人员帮人们实现愿望 但是这次她在青年这边碰壁了 为了让青年选择她的公司服务 她不惜干掉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不让他们优先安排器官移植 我在想你们这行竞争都这么激烈了吗 竟然还要干掉别人 不过坏人最终有了坏人的结局 青年也如愿移植了心脏 这段时间男主因为告诉女主真相而感到坠坠不安 因为女主一直在躲着她 甚至之前那名嗅觉专家奥斯卡也在靠近女主 想要女主的一缕头发 她一直觉得女主和男主家里的狗狗身上的气味不一般 确实因为他们都是死而复生之人 不过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影分的最后女主希望男主能够复活父亲 让他了解一下自己的父母 但男主拒绝了 而第一季也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当然故事其实还有掉进 不过套路也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也就没有继续分享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